期間跟今年說掰掰 迎接狗年的到來 在這個迎新送舊之際 集舊戰同樣也為大家準備了春節特輯 首先為大家介紹台灣原生 欸 等一下 台灣沒有原生的犬科動物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各品種的狗 都是從國外帶進來的喔 誰說的 台灣全不是原生種喔 不是喔 原生種指的是原本就生活在台灣 或是靠自己來到台灣的動物 經由人帶進來 就算適應了台灣的環境 在這裡定居 繁衍 也不能算是原生種 台灣犬是在台灣培育出來的一種犬種 就跟哈士奇 雪納瑞 科基 發豆 拉布拉多一樣 是品種 名稱 而並非是一個物種 而台灣犬的老祖先 是跟著仙人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原本並不屬於台灣 喔 既然狗不是台灣原生的野生動物 那身為野生動物救傷單位的野生動物急救站 在狗年還有什麼好介紹的啊 東人馬烏烏烏 在生物分類上 狗屬於犬科 是石肉目動物當中的成員 台灣雖然沒有原生種的犬科動物 但是還有其他11種石肉目動物喔 喔 是哪11種呢 分別是熊科的台灣黑熊 貓科的石虎 和已經滅絕的雲豹 萌科的石蟹萌 林貓科的白冰心與攝像貓 以及雕科的幼歡 黃猴雕 黃鼠狼 台灣小黃鼠狼 和水踏 現在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 生活在淺山地區 也是最常受傷 而被送到野生動物急救站的 五種石肉目動物吧 誒 輪到我了嗎 不 嗨 大家好 我是幼歡 在台灣的分部很廣喔 不 從低海拔前山地區 到高海拔的山區 都是我的活動範圍耶 你看 我點上的黑眼罩 有沒有很帥氣呢 不 我身上還有個抽象 會散發出特殊的氣味喔 不 雖然我是隻短短的 但我可是很擅長挖掘的喔 不 常在泥土下的蚯蚓 昆蟲都逃不過我敏銳的嗅覺 通通給它握出來 不 當然啦 蝸牛 青蛙 螃蟹 也是我超喜愛的大餐喔 不 白天的時候 我躲在洞穴裡睡大頭覺 晚上才會出來活動 我們的天性其實是很害羞的啦 不 最近 我的一些同伴感染了狂犬病 如果你們看到白天不睡覺 四處趴趴走的悠歡 很可能就是生病了喔 不 不過 要是遇到也不用太緊張啦 記得 保持距離 只要不被我生病的同伴抓咬到 是不會被傳染的啦 不 但是 如果不小心被抓咬傷 還是要趕快去醫院看醫生喔 不 另外 還要記得定期為你家的寵物 打疫苗喔 不 哈囉 我是白鼻心 跟剛剛那隻小短腿不一樣喔 我穿著黑色的長靴 從鼻尖一路到頭頂鋪著厚厚的白色粉底 所以才會被稱為白鼻心啊 中地海拔的森林和農地都是我的活動範圍 雖然偶爾我也會在白天出來活動活動 但大多數時間我都在樹洞或岩洞裡睡美容教 好為我的夜生活養精蓄銳 可別小看我喔 我可是爬樹高手呢 看到我長長的尾巴沒有啊 它是我在樹上攀爬跳躍時保持平衡的好幫手 喔對咯 雖然我是食肉木動物 但我更愛吃果實呢 所以 人們也因此給了我果子裡的稱號唷 嗨 這是我的尾巴 上面圈著好幾圈的環 讓尾巴看起來一截一截的 是的 我是俗稱九截貓的射箱貓 但我和生產射箱貓咖啡的那種射箱貓 不一樣喔 生產咖啡的那種射箱貓 又被稱作椰子貓 雖然和我是不同種的動物 但我也想幫他們請命 請大家不要購買野生動物相關製品 包含射箱貓咖啡 讓東南亞的射箱貓們不再為了人類喝咖啡的欲望 一身禁錮在狹小的籠子裡面 哎呀 怎麼扯遠了呢 來講講我自己吧 由於我總喜歡咒服夜出很害羞的 所以你們不容易看到我啦 我平時出沒於低中海拔山區的地面活動 喜歡吃老鼠 昆蟲 植物等等的食物 只要繼續保護好環境 讓我們有個安心生活的地方 運氣好的話 你也許可以看到我呢 呃 呃 呃 自從這條小溪鋪上水泥之後 每次要去溪里找東西吃的時候 都要花很多力氣呢 大家好 我是石蟹萌啦 也有人叫我中梭貓 你看我這一身皮毛 像不像古早人們穿的梭衣咧 我最愛吃螃蟹了 但其他送上門來的小動物 只要能讓我飽餐一頓 也通通來者不拒喔 喔 還有啊 我跟前面出場的那幾位不同 我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日行性動物 要是你們繼續不中是溪流環境 水泥化的工程 污染物越來越多 到時候我真不知道要去哪裡討生活了喔 好啦 不說了 我要去抓螃蟹囉 終於輪到我出場了 大家對我應該不陌生 是的 我是台灣原生種的貓科動物 石虎 也是僅存的一種了 另外一種原生大貓 運爆 已經滅絕了 照看之下 我和虎包貓很像 想知道如何正確分辨 我們和貓咪的不同嗎 除了白眼眶 眼睛內側兩道向上延伸的白顯 身上鉛筆大小的黑色斑點外 最容易辨識的 就是黑色而背上的白斑了 可別以為我們只生活在深山裡喔 在人類活動頻繁的區域也很活躍 因此 偶爾也會和人類產生衝突 社會 捕獸甲 農藥 和流浪犬貓等 都威脅著我和同伴們的安全呢 有人說啊 要用人工繁殖 來幫我們保住日間減少的族群數量 但這並非長久之際 如果保留良好的棲息環境 讓我們安心生活 石虎家族就可以漸漸的回復到 以往的興盛囉 原來這些石肉木動物就生活在我們周遭喔 是的 牠們的存在也是環境健康與否的指標呢 環境指標 怎麼說 石肉木動物在生態系中屬高級消費者 需要良好的環境與豐富的資源 才能維繫生存所需 找不到漆地和食物 牠們只好另謀他處啦 喔 我懂了 所以如果這些動物在我家附近現生 就表示周圍的環境生態豐富囉 對啊 我們的自然環境 有許多野生動物 共同維繫著生態平衡 是很幸運的事情呢 你想想看 如果環環相扣的鏈子突然少掉一環 會怎麼樣呢 鏈子 鏈子會斷掉啊 沒錯 在我們生活環境中 所有物種的存在 都扮演著串起這條鏈子的重要角色 高級消費者的消失 將導致生態失衡 例如美國黃石公園的狼 被人大量獵捕而消失 造成加拿大馬路數量因此增加 直批被馬路過度啃食而摧毀殆盡 其他食用直批的動物也備受影響 哇嗚 聽你說了這麼多 除了認識許多漢狗一樣 是食肉木家族的野生動物外 還明白了保護野生動物 也是保護生態環境的健全 環境良好 我們居住的也安心 今天啊 真的長知識了呢 全首平安日 梅開如意春 迎接狗年則到來 野生動物急救戰 除了期望野生動物可以平安過新年 也要祝福大家 人旺才旺凡氣旺旺 relentless